台北市政府劳动局针对市区的客运业者进行劳检 发现有12家的业者通通违规 预计总共会开罚986万元 那么在这其中又以中心大业巴士 因为是累饭 好几次让驾驶员超时工作 休息时间还没有半个小时 可能会是这一次被开罚最多的业者 因为一时的晃升 没注意就冲上了人行道 上个月台北市内湖区发生公车司机 疑似打瞌睡肇事 造成一人死亡一名园警受伤 再次让人担心起司机员的劳动问题 台北市政府劳动局 近日就针对了市区客运业者来进行劳检 却发现12家业者通通有违规 其中又以中心大业集团最严重 旗下的中心大业巴士 光华巴士有6项缺失 指南汽车客运也有4项缺失 而违规的事项又以超时工作 和休息时间不达30分钟为主 这一次针对所有业者的违规 预计总共将开罚985万元 然而有许多业者因为人员不足 排班困难 针对这样的因素 劳动局也要求必须要改善 另外劳动局也要求业者 必须要落实司机员的健康检查 并且要求必须要在年底之前 达到临造势的目标 希望可以保障司机员和民众的安全 华日新闻 庄宇介梁洪志台北报道